公元前三百四十年的正月 屈原出生于楚国丹阳的一个贵族家庭 身为贵族 他却十分同情贫苦百姓 他喜欢读书 并以置凭天下为己任 二十三岁时 屈原入朝为官 他希望通过变法来使国家强盛 他的变法得罪了不少权贵的利益 三年后 二十六岁的屈原受到谗言被怀王疏远 两年时间里 楚国与秦国作战连续遭遇大败 屈原受到了楚怀王的重新启用 出使合纵于齐国 他出使齐国的这一年 秦国派张仪连横于楚国 在他回来后 张仪已经离开 他劝见怀王追杀张仪 但已为时过晚 楚国与秦国的连横 为抗秦埋下了不稳定因素 六年后 不得知的屈原在颖都社谈教学 他坚信 秦国乃虎狼之国 不可轻信 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影响时局 然而 四年后 屈原再次被谗言陷害 流浪于远离朝堂的汉北 在放逐途中 宝京风霜的屈原 在忧愁中写下了流明千古的离骚 三年后 屈原从汉北流放地返回 他力劝怀王不要赴秦联盟 可怀王并未听取劝阻 楚王的车队刚入武关 便陷入秦军之首 在秦军的大举入侵下 楚国接连丧尸十六座城池 百姓遭受了离乱之苦 屈原陷入了极大的苦闷中 公元前296年 屈原日夜忧心的楚怀王死于秦国 屈原被放逐江南 两年后 屈原再次遭到了流放 时间长达十六年 在岁月的风霜雕刻下 他从风华正茂的青年 变成了一个行将旧墓的老者 苦闷的屈原 写下了大量的爱国诗歌 公元前278年 秦国将领百起攻下颖都 楚国贵族们狼狈出逃 在完全绝望的心情下 六十二岁的屈原行至江边 在最后一次回望颖都后 他带着一声不得知的理想 头江殉果 这一天是农历的五月五日 冬日的苦寒已经成为过去 暖夏正在渐渐来临 但此时的世间再也没有屈原了 生为楚国贵族 十岁苦读励志 二十三岁以身许国 三十二岁涉谈教学 三十八岁写下离骚 六十二岁投江殉果 半生流放苦旅 一世忧国忧民 屈原走完了自己终贞无悔的一生 此后每年的端午节 成为了我们纪念屈原的节日 他终将与那些璀璨的英魂一起永载实测